21号,黄先生想带记者去房子里看看 等赶到时,已经来了不少人 有中介爱上租的负责人,有房东还有民警 一问,原来是中介报了警 事情要从12号晚上讲起 黄先生回到出租房内 发现厨房的地面上有一滩积水 面积不到一平方,却找不到漏点 房子是通过爱上租平台租的 每月租金4800多 当晚,黄先生通过软件上报维修 第二天一早,积水更严重了 报修记录上,黄先生分别在12号晚上,16号晚上和19号上午报修,共三次 但三位维修师傅都没有找到漏水原因 每次清扫完,第二天又有积水 人来了不解决问题啊,走了 八天了,我求着他,我请假请了两天 我去求着他,他们跟大爷似的 我说你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 还不去 昨天我跟房东一起去了 求着他跟大爷似的,他们跟大爷似的 才过来看一看 19号,也就是发生漏水第八天 在爱上租,房东和租客黄先生共同见证之下 中介找了第三方维修公司,终于找到了漏点 原来问题出在一根包在厨房内的余水管道上 室内的水,然后全部关掉 一楼房门关掉,然后还漏水 还漏水就分析了,可能是室外的 室外的只有余水管道跟那个下水了 找见问题了 很很,半个小时能解决事情,为什么要八天呢 就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管是堵了吗 不是堵了,没沾好 那个,从那个街头那儿,街头那儿开始漏的水 中介跟房东签的合同约定 这种隐蔽性水电问题 由房东负责 房东金大姐愿意承担维修费 但她认为中介拖延 造成维修上的损失,要求赔偿 而租客黄先生同样向中介提出赔偿 墙面进水 家具进水 这个我要不要他赔 这是隐蔽工程的这个问题的话 责任真的不在我们公司 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责任 那自然 八天 这些所有的损失都是应该由我们公司来承担的 八天 半个小时能解决的事情又要八天 我泡着我在水里头当蛤蟆呀 泡了八天呀 那我是蛤蟆吗 黄先生要求每天赔偿500元共八天 其中三天还产生了务工费 每天1000元 共计7000元 进协商 刘经理表示 对租客可以减免5天房租费 对房东可以协商维修墙面家具等费用 其他的建议起诉 要不把我们经验记者报道